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 从云南昆明飞往广东广州途中 在广西吴州坠毁并引发山火 根据中国民航总局公布的消息 机场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9人 截止目前 事故原因与伤亡情况未明 据悉 坠毁客机为东方航空MU5735 由昆明飞往广州 该客机是一架B737-800NG客机 注册号为B1791 机灵6.8年 国际民航追踪网站 flatradar24.com资料显示 实时客机具体机行为 博音737-89P型 属于单走道喷射客机 北京时间星期一 13时11分出发 原定15时05分抵达 该网站资料显示 MU5735从昆明机场起飞后 一直维持着约8869米的高度飞行 下午2时19分 飞机突然以每小时845公里的速度骤降 20 21分也就是仅约2分钟时间 雷达迎停即失去了这架客机的踪影 消失前飞机的飞行高度已经落到了982米 飞机失事后网络上传播了一段 飞机坠毁前的监控画面 这段视频显示 一架飞机的机头朝下直线坠向山林中 从视频中看 客机移在空中并未解体 整个坠落过程不超过5秒 有监控画外印称 AO直接落下 澎湃新闻向监控画面拍摄公司 吴州市北城矿业有限公司 核实该视频的真实性 北城矿业有限公司一位员工 向澎湃新闻证实 网传飞机坠毁的视频画面 确实是由北城矿业公司拍摄 这位员工证实道 我们在山上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距离飞机坠毁事发点 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 并且他还表示事发时 他正在矿区的山头工作 该山头大概距离飞机坠毁地点 有三四公里 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 他起初还以为是隔壁山头 有人在放礼炮 爆炸声持续时间不长 没想到竟然是飞机失事了 事故发生后 习近平立即做出重要指示 京西东航MU5735航班失事 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全力组织搜救 妥善处置善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要求全力以赴搜寻幸存者 尽一切可能就职上员 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服务 实事求是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认真严肃查明事故原因 采取有利措施 加强民航安全管理 中国民航局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 都已经派出工作组赴现场 广西广东两地搜救队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同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已启动应急机制 成立了航空器处置 事故调查 家属援助 后勤保障 法律支持 公共关系 安全保卫 财务保险 客户处置等九个专项工作小组 以第一时间乘机 飞复到了事发地点 目前搜救仍在努力继续 也受到了一些因素的限制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飞机失事现场是三面环山的山奥 进入山奥只有一条小路 大型设备难以进入 且现场没有通电 可湿度比较差 报道还说 腾线预计今晚降温降雨 或许也会影响现场的搜救工作 根据新华社报道 波音中国公司也已介入调查 要知道 波音公司此前一直饱受 737 MAX客机安全问题的困扰 而本次失事的东航客机 则属于MAX机型前的 737-800系列 为了配合调查事故 目前东航宣布停飞了 所有直飞的该机型 根据资料显示 这是中国十多年来 最严重的一起空难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已经证实有人员 在空难中丧生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 或者是否有幸存症 东航在一份声明中说 公司对本次飞机失事中 遇难的旅客和机组人员 表示沉痛的哀悼 声明还说 飞机失事的原因 仍在调查中 公司将积极配合 东航官网首页改成黑白色 东航表示已经启动应急机制 开通家属应急援助专线 东航已确认这架 MU5735航班上 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 均为中国国籍 路透社援引航空数据提供商 OAG本月统计声 按美洲计划座位容量计算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是世界第六大航空公司 也是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国航空业过去20年迅速扩张 中国民航局今年2月下旬曾宣布 中国民航运输航空 持续安全飞行时间突破1亿小时 中国国内航班对上一次发生严重空弹 可追溯至2010年8月的黑龙江伊春空弹 当时一架河南航空的 巴西航空工业 E2G190型客机坠毁 造成40多人死亡 再往前便是1994年 一架从西安飞往广州的 中国西北航空公司 图伯列夫TU154在起飞后发生事故 机上160人全部遇难 据航空安全网报道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空弹 而最近一次与中国有关的航空事故 便是举世瞩目的马航370空弹事件 2014年3月的马兰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踪 飞机从马兰西亚吉隆坡 前往中国北京途中失去联系 机上载有239人 大多都是中国籍乘客 目前为止 MH370客机仍未巡回 空难虽然是世界上发生率 最低的交通事故 可一旦发生 总是最惨烈的那一个 让我们为机上所有乘客祈福 同时也希望所有观众朋友 此生都能平安幸福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谢谢大家